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钞聚焦 昨天是前天,前天推特上看了个消息 奥地利的维也纳的金色大厅 我们知道国内的演艺人员 包括那些什么宋国母啊什么这些 曾经大概十年前吧 是不到十年前 应该是习近平之后 2012年就差不多 五年之前,在习近平上来之前 很多演艺人士呢 都认为到,如果到这个维也纳的金色大厅 举行演唱会的话 那是他的一种标志的 那完全是他自己的一种标志 对吧 这种标志呢 表示着他的身价 表示着他在国际社会当中的影响 你可以讲出很多了 因为维也纳作为音乐之都 那一个音乐家能够在金色大厅占有一席之地 在那个时间点上,在那个瞬间 维也纳,金色大厅是我的 那谁听起来都是 哎呀,你也就哎呀了 因为别人比不了 结果他 昨天朋友,有个朋友推了个帖子 他说,无意中看了一个新闻才知道 原来维也纳金色大厅是私营的 中国租了16年 租了16年 他没说从哪年租的 但是如果从现在倒推的话 他要租16年,也是2001年 今天即使是最后一年 他也是从2001年就开始租了 那基本上能到那儿辉煌一把 全辉煌了 玩三把的也玩过三把了 那他给租过来 那就等于临时那是咱家的了 他说,我一直以为这是个官方机构 一直以为我们国家的歌唱和演奏人员 都是受到邀请才去参加演出的 我万万没想到这是花钱租来的 白白骗了我这么多年的自豪感 这是个国内的朋友 那我相信他肯定知道 很多在过去时间里 在金色大厅演过唱过的这些演员 所以在他们来讲 在他个人来讲 那可能是曾经的一种辉煌的标志 就是起码按照他讲说 是一种自豪感 是一种自我的标志了 我觉得这个也完全是这么回事 因为当我不知道的话 我只知道是 那是维也纳金色大厅 对不对 我也只能以为那是艺术的圣殿 那如果是艺术的圣殿的话 他需要有着相当的艺术水平 也就是说人家是有规矩的 人家是有说法的 我才能有机会的 如果没有这个说法 没有这个规矩的话 那他的名望也就不至于想象的呀 那这里就有另外一个前提 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这种名望 他的水平的说法 有多少国内人 是透过正常的渠道知道 还有又有多少人是因为 听了一些国内的宣传 或者某些宣传 而自以为是的 他应该是什么呀 而距离他真正本来的样子 可能是有相当距离 在我眼睛里可能是这样 所以这里我们知道 刚才说了 包括一些什么姓宋的国母什么的 都有过这个 我们原来节目也做过 但是确实谁也没有想到 当时我们也没有想到 说这是租的 对吧 国家出的钱租的 那如果送国母唱一把 就是给国母租的吧 那国母不唱 谁唱 就一切都是骗子 一切都是骗子 其实看到 我觉得不仅仅是骗子 就是一份荒唐 那另外一个 昨天我们谈到李嘉诚 出售香港的中环中心 402亿 这是世界上最高的 单一建筑物的价格 最高 它和402亿 除以7的话 50多亿美金 50多亿美金 那结果在今天的华尔街日报 登出消息说 李嘉诚刚刚达成出售中环中心权益交易的 世界上最大的 房地产交易之一 其背后的买家 却是中共 背后的买家是中共 意义非比寻常 而且呢 他并没有以中共本身的 名义去买 而是用了 维京群岛的空壳公司 李嘉诚麾下的长江实业集团 坐驾 星期三晚上公布 坐驾402亿 向中国 港澳 台桥 和平发展 亚洲 地产有限公司 CHMT 出售了中环中心 而CHMT 是专为这宗交易成立的一家公司 注册地为英属 维京群岛 在今天 金融危机作为习近平最难控制的危机之一 金融安全是习近平最能要习近平最薄弱的地方 当习近平王岐山都承认 政治腐败与经济腐败结合成利益集团 那是他们在整个中共政坛中最大的敌手 而他们的敌手掌控着金融的命脉 这是有目共睹的 刘世瑜 他最先在十九大上 讲出了阴谋篡党夺权的说法 作为证监会主席 就有着他背后的含义 有着他金融体系那种安危的那种背景 所以他有着震慑的作用 可十九大开完了 出这么个茶的 从中文看 CHMT代表着中国内地 香港 澳门和台湾 这就所谓大中华了 根据地产夫公司 叫做 世邦魏德市 世邦魏德市的数据 这桩交易 创下了全球单栋大厦 商业地产交易的记录 总部在北京的油气公司 中国国储能源化工集团股份公司 星期四向华尔街日报讲说 该集团旗下的香港子公司 持有 CHMT 55%的股份 那也就变成了 这个 油气公司 中国国储 他是这一家 离岸资本公司当中的大老板 因为持有55%的股份 而这家 国储能源化工集团管理人 叫张文斌 他用汉语拼音写的 说他们正在响应政府 探索海外市场的号召 他证实自己还是该集团 两家香港关联公司的董事 他们希望在香港的一些 地标性办公楼中 拥有一些楼层 也许会将公司的标志 放在楼顶上 他还提到 这个价格并不高 所以这里面背后的故事 你就很难说了 背后的故事很难说 那中国国储 是不是大型国企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它代表的含义 那家新公司是为了买 这个楼成立的 而它是主要的股东 公司被暗显示 近年来购买境外资产的 其他中国公司不同 这家的企业的股份股权 是中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所有 党场 共产党的党场 文件显示四分之一的 这个集团的四分之一的股东 是中国华联国际贸易公司 持有15%的股权 那这位姓张的人 证明了这件事情 但是中国华联国贸公司的 最终所有人 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中共自己的直属的中共 共产党党务系统中的人 买了这栋楼 外联部网站显示 该部门负责中共对外工作 与160多个国家地区 政治组织建立关系 外联部与这家 与这笔大型房地产的交易的关系 不同寻常 没错 那就完全性质不同了 党产 共产党怎么会有钱 对吧 外联部的钱 直接从国家拿了钱 那你只能这么说 到那去买这个 到香港买了中关中心 对中国公司注册数据的查询显示 该部门在中国其他企业中 似乎都没有直接持股 其他大型中国国有企业 近年来在香港买入房产 但这些公司都是为政府 而并非是共产党所有的 所以正常的企业都知道要分开的 不可能有一个共产党 党派 共和党 民主党有 民进党有 对不对 这个都没有的 但是这里我们看到的概念就变成了 那倒是共产党自己用钱带来 所以他讲这是意义非凡的 那是当那个产业变成共产党的产业 那变成了完全性质的改变 那我们也说不好是有些人借助这地方 借助这个概念要把党的钱转出去呢 变成私有的钱呢 也可能 这就很复杂 因为党的钱 没听说党入账 对不对 没听说过 我们不知道 党的钱 我能想到的 在海外给欢迎那毛主 欢迎习近平的 一个人一天给100美金的话 那个钱都是直接给的现金 不签字的 我相信那钱可能跟党的钱是有关系的 公司你得纳账啊 你钱怎么出来 红色资本 中国的非凡崛起 与脆弱的金融基础的这本书的合作者 这个人叫Fresa 说这笔交易中 中共似乎承担了传统上 是由国营企业或私营企业扮演的角色 那变成共产党直接拿钱 把白手套扔了 中共正在把自己放在企业出海的核心部位 这符合中共对所有事物拥有绝对话语权的表示 党就是未来 而没有容纳任何其他人的空间 该公司的姓张的人不愿就此事 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关系 或参与这项交易 有任何评价 所以这是一个 那这就变成了非常直接了当的了 这是触及到一个极其根本的问题 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以党的名义 把钱移出去 以这样的方式 这个 这个其实都是老百姓的钱 那这个楼很有名 是香港地标市的产物 2007年的黑暗骑士 诺兰的 里面拍摄的这个蝙蝠侠 抓那个 抓那个香港人 就是在这个楼上拍的 关于李嘉诚寻找买家的说法 流传几个月 他说这个地方呢 中环地区的半公龙的租金 在全球是最高的 排名第三的是香港九龙 而这曼哈顿中城呢 只排第四位 所以这是他讲这部分 很值钱的概念 所以中国遏制资本外流的措施 可能导致香港房地产交易放缓的说法 现在看起来是假的 共产党有自己的秘密所在